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普主编 这次怎么样啊 您还满意吗 你要做事专业 就不需要担心我满不满意 出去吧 哦 好 好 谢谢 查理 妈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话了 伤不伤人 你没看见我现在是在跟你展示同事啊 我想感受到你同事的爱 思绪此刻 太不分了 我生气了 对不起 哎呀 没事 没事 知道错就好了 你呢 请我吃顿饭 怎么样 为什么又是我请客啊 哎 你忘了 你欠我人情 你欠我那么多人情 要不是因为我 你能从后勤部调到编辑部吗 哎呀 那我真得感谢你了 把我从后勤部调到编辑部 我一点都不想来得好吗 每天都跟地医院还得被人说 要不说就面无表情坐在那边 所以你现在是在怪我吗 我好心好意 我现在成个罪人了 你想怎样现在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一家伤口店 要不然咱们过去 你请客 我请客 能把我再调回后勤部吗 可以 可以 哎呀 哎呀 为了防止查理耍了也不付钱 这个钱包 我先替你保护 拿过来 哎呀 你拿过来吧 哎呀 你 你快 哎 不是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哎呀不是 林浩哥 林浩哥 来 你 你快去哪儿呀 真是丢死人了 你给我呀 你怎么跟个小偷一样呢你 你说什么 我是小偷 查理啊 我对你这么好 我每天都在努力地逗你笑 你居然说我是小偷 你觉得我现在笑得出来吗 自从你进编辑部的第一天 我就一直很关心你 现在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玩笑 你就说我是小偷 你就要让别人听到了 以为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是那个意思 反正我对你的关心 你就从来不在意 只在乎那个什么副主编 我哪有啊 我 我哪哪哪有钱啊 你赶紧给我 赶紧换过来丢死人了 我把所有人都在看 姑且 就不论你是不是因为我进来了 你请个同事吃个饭没问题吧 而且你刚还冤枉我吗 是小偷 你觉得那是冤枉吗 钱包现在都在你手上 怎么可能是冤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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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勉强你了 我给你 你拿着吧 我 请客好了 请一下吧 真的 来 那你赶紧收拾一下 一会儿我们出去吃啊 知道了